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名后卫 左侧应该是四号李帅 右侧可能是十一号孙博文 我们需要一会儿在比赛中看看球员的站位 三名中卫 十三号王耀鹏也是本场比赛的队长 三号沈蒙飞和二十二号董延峰 在中场有外援十二号贾弥松 以及五号吴伟和二十号王敬贤 前场二十九号孙博以及二十一号博阿腾 直接传到了后点头就没有顶到 双方在开场之后都是在边路完成了一次传中 广州复利的首发门将二十二号韩家旗 在后方线上右边二十号唐苗 左边二十五号陈哲超 两名中卫十八号义藤和三号托西旗 在中场有十三号叶楚桂 六号阿德里安 三十六号黄振宇 十一号李提香 以及还有十一号雷纳迪尼奥 前锋是九号日夫科威旗 这个赛季广州复利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 打法非常的实用和务实 主要在比赛中是打防守反击 就出现了失误 打连人的门将徐嘉敏 实际上他也是出场次数并不多 而且最近张冲是做板凳 给他更多的表现机会 但是他之前对泰达的出场是出现了红盘的情况 在上一场比赛中门将徐嘉敏是停赛 所以今天又是复出之后又回到了首发阵容中 今天复利应该也是三中位 我们看一下 意腾和托西奇是在左右两个边中位 然后黄振宇看起来像是一个居中的中位 当然我们要再看一下防守落位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他刚才退得非常深 是的 李提香和阿德里安实际上刚才在防守的时候 是在两个后腰的位置 然后前边是三个前锋 叶楚贵 雷纳迪尼奥和日夫科威奇 如果是三中位的话那就应该是三四三 两边虽然都是三中位 但是这个体系的特点还是截然不同的 富利这边是为了凸显进攻的 而大连人是为了守住增加防守人数 这两支球队呢 其实对于三中位体系都并不陌生 反正富利呢 我们不用说了 曾经上赛季和上上赛季呢 长时间的来打三中位 而大连人在被帅的调教下呢 也是在一些比赛中 当时为了上赛季拿到联赛积分 成功保棋 也是打过五后位的体系 PP体育提醒您 本场比赛进球后 苏宁一购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鱼 抢好货就上苏宁一购 中超采用稳定的三中位的球队并不多 应该说富利实际上 以前曾经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三中位 但是他们还是始终在凸显进攻的 这个目的上面去走得更远一些 我们像知道河南建业这种球队呢 他用五后位 他就是为了去防守反击的 而大连人确实是因为贝尼特斯 他本人我们都知道 从戴利物浦时期 他就是能够用三中位 包括在来大连人之前 最后上一战呢 是这个在纽卡斯尔也是用三中位 五四腰的阵型 我想起来在当年很经典的 05年的一惨布尔之夜在比赛中呢 好像也在比赛的进行中进行了阵型的变化 而且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调整 今天阿德里安的位置呢 虽然名义是后腰 但是他肯定会往前去参与进攻 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得比较清晰了 就是18号一腾是在靠右侧的中位 然后呢一般打后腰的黄振宇 被放到了居中的中位 实际上是想让他当一个自由人 这样的一个组织性的中位的角色 黄振宇呢 在中后卫 在后腰两个位置上 不仅是在以前的广州福利的职业生涯中 在国奥队呢 也在这两个位置都踢过 他跟吴伟呢 实际上都有一点多面手的属性 今天过去都是国奥队的队友 是 包括这个 同磊啊 在踢补系上 也都是国奥队一块踢过 现在明显福利是一个进攻的架势 而且唐淼压的也是比较靠上 停下来之后 唐淼一个拉球转身 造成了李帅对自己的犯规 为广州福利赢得了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 这个赛季在第二阶段 广州福利呢 在定位球的得分 可以排在保级组八支球队的第三位 还是非常善于在定位球方面制造威胁的 许家敏也是在和天津泰达的首回合比赛中 应该是没有出场 但是在次回合活得首发 阿德利安传到后点 一点顶出来 还是广州奥队进攻机会 接下来呢 划了一下 再传进来到门前 还是走挺出来 一点大连人能够保护住 但是第二点呢 现在外围拿不下来 完成了后场的开大脚 缓解了一下大连人刚才在后场的防守压力 今天孙国文应该是打到了右边一位上的位置 今天在这个赛季 孙国文确实是多面手的属性被利用的非常淋漓尽致 左后位包括左右两边的一位应该都踢过 然后还打前位 是 接下来球投资进来 开场之后双方的拼抢的比较激烈 比赛的节奏也并不怕阿德连 这球没有传好 雷纳迪尼奥还有点没有完全在这个点上 大连人这边呢 现在拿到球之后呢 弹不出去 广州福利呢 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半场的压制 索西奇 这个赛季呢 也是索西奇与广州福利合同的最后的一个赛季了 也将在这个赛季之后呢 看是否能够成功的续约 日复科威奇 目前的所在的球队呢 还是长春亚太 我们也知道呢 中假联赛本赛季已经结束了 长春亚太呢 时隔729天 再次重返中超 日复科威奇呢 本赛季呢 本赛季是被租借到广州福利的 上个赛季呢 还被租借到英超 卸贝尔德联 还出场了 但是获得的出场时间并不多 对 黄正宇 义腾还是选择先交给球队中场核心阿德里安 很好的利用了场地的宽度转移到边路 在双方的首回合比赛中 大连人在第19轮 是中超所有球队单场跑动距离最多的一支球队 应该说大连人是很能跑的一支球队 那场比赛呢 累积跑动距离超过11公里 刚才画面上看到的是大连人队 今天在中场的外援 后腰球员巴西人贾尼松 贾尼松来的大连时间不长啊 但是他已经拿了三张黄牌了 不过我觉得贝尼特斯还是需要这种中场的看将 雷纳迪尼奥 摔倒在禁区的边缘 采犯适应的没有犯规 雷纳迪尼奥呢 在进入到第二阶段呢 就没有手扒过 上一次他在中超首发呢 还是9月下旬 第13轮中超联赛的比赛 今天雷纳迪尼奥和叶楚贵的位置 并不会定死在两个边路 而是往另外一侧去靠着 吉普克维奇有速度把球拿下来 等一下队友过来接应 自己盘带 再转到中路雷纳迪尼奥 左脚的射门被挡出来 雷纳迪尼奥刚才一拿球呢 感觉就是想拉出射门位 自己来一脚 这球脚根一垫 雷纳迪尼奥在进区里面变向了 右脚射门 门将扑得漂亮 还有机会 投球球进了 一次成功的补射 广州复利在这场比赛呢 是闪亮的开局 不到10分钟 已经是打尽一球 终于奥迪尼奥现在 广州复利1比3落后大连人 其实一次进攻的时候 没有制造太大的威胁 但是大连人确实 自己打出去的能力并不强 所以马上复利又打出第二波进攻 第二波进攻的时候 雷纳迪尼奥已经从右边 换到左边了 叶楚贵 直接进到了封线当中 我们看这是第二波进攻当中的配合 这个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员越位的 而徐家敏这球扑的方向呢 他扑向了一个比较容易被补射的方向 所以叶楚贵 在这一瞬间呢 他实际上本来是左边封的角色 但是在这次进攻当中 他和雷纳迪尼奥都是移动到了中间 而且是一前一后 叶楚贵呢 用一个逾越冲顶的方式 为球队呢 是在这场比赛中打破僵局 不过刚才的曼努作呢 看到可能最后出球的 是大连人队这边的李帅 这个时候呢 可能主裁判要和视频主理裁判 进行交流 因为可能在刚才的广州复利进攻中 疑似有进攻球员 手球犯规的情况出现 这场比赛的V2 也是来自于北京的张小辰 主裁判 关心呢 在第一阶段 主吹过江苏宋宁一购队 2比1战胜大连人的比赛 而进入到第二阶段呢 关心只吹过一场 就是在上一轮 也是上一个回合 复利与河南建议的比赛 这个时候正式进入到VR 进入到比赛中的时间 所以比赛停了下来 另外刚才这次进攻当中呢 实际上日复科维奇 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大 不管这球算不算 看看这下最后的接触 这下还真的是 是把手伸出去了 但是这一下最后 是不是接触到了 这个画面中 很难能够看清 他未必是想要 就用手去打这个球 但是最后是碰到了 大连人球员的鞋底 进球有效 实际上的话 叶楚贵呢 在第10分钟 帮助广州福利呢 是打进一球 实际上刚才这次进攻呢 就是首先日复科维奇 在右边第一次进攻的时候 在右边拿球 牵引了大连人的防守 在二次进攻当中 他有一个非常轻巧的 一个做球 做给雷纳迪尼奥 让雷纳迪尼奥 能在一个好位置来射门 所以说呢 其实除了阿德里安之外 我们也不能忽视日复科维奇 在第二阶段当中 对福利的作用 他也是参与了刚才 这次球队进球的过程中 很好的在右路吸引防守 最后转移到另外一侧 才有了雷纳迪尼奥 突刀进去之后的打门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 在过去几年 为福利主要进球的人 是扎哈维 但是呢 现在日复科维奇的作用 不太一样 大家听到 刚才又是想要 过人没有成功 观看这场比赛的同时呢 PP体育提醒您 百分百男士定制 青阳 要您观看中超赛事 冠军表现 无懈可击 这类进球 如果算在 叶楚贵的身上的话 那么也是他在这个赛季 联赛的第三球 他也是本赛季 广州福利本土球员 进球最多的一人 阿德里安 我的感觉还是乌龙球啊 这个通过慢放来看的话 好像最后是 李帅在解围的时候呢 还是没有把球能够踢出去 吴伟 又是在中场的一次犯规 实际上我觉得福利 在这个时候送走 这个扎哈维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过去的比赛当中 我们提到过 扎哈维自己进球很多 但是他从带动球队的角度来说呢 有的时候作用会稍微欠缺一些 不过怎么样说呢 这个赛季 对于广州福利来说呢 也是经历了非常不一般的一个赛季 看一看这次 他们的定位球进攻 阿德里安和雷纳迪尼奥站在修签 左脚直接射门 飞向球门 这一回 徐家敏呢 还是很稳地把球抱在怀里 身高达到1米92 作为守门员来说呢 他也有着不错的一个身材 应该也是这赛季 加盟到大连人当中 是 华腾速度很快啊 但是现在大连人这个问题 就是他两边的进攻球员 汪静贤和孙博啊 实际上不容易凑到一块 就是他在防守的时候 我们看到现在马上分散 往边上去落位 这样的话呢 两个人实际上都有一定的能力 特别是孙博这边能带球 能传球 但是呢 一旦球队出现手转弓反击的时候 他很难去形成足够多的人数 对于今天大连人队的前场的前锋来说呢 这张比赛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 到三角再传回来 但第一点大连人呢 能够成功地解围 左脚直接传中到门前 居家敏呢 还是轻松地在宫中把球摘下来 其实居家敏能看出来 还在适应这个主力门将的角色当中 这个赛季在之前的出场的时间并不多啊 到了最近的两三场才有了机会 亚尼松 让比斯大连人呢 对内的五名外援呢 已经有三人因为停赛 或因为国际比赛日的原因呢 已经离队了 只有两人来应战这场比赛 右边路 孙国文逃边 右脚直接传中力量比较大 唐淼停下来 迅速地压上去 给唐淼制造压力 日复科维奇能有这种作用 回到了后场 这名球员呢 是荷兰人 出生在荷兰 但是他是随母姓 为什么叫日复科维奇 因为他的母亲是塞尔维亚人 目前来说 福利应对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大连人进攻端 确实他投入的兵力 不太容易形成合力 黄正宇上去了 之后把球分到边路 而这一边呢 唐淼也迅速套边 直接地传起来 开场的16分钟 而广州福利呢 已经在边路 至少完成了三到四次 有效的传中了 加尼松 他也是出自于格雷米奥的球员 还在2017年 所以格雷米奥获得了 那一年的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 随后到了土耳其去踢球 费内巴切 现在来到了中超联赛 王耀鹏 他也是打进了球队的 宝级本赛季的制胜球 那么看到今天的 大连人队的手法之中呢 可以想到他们在替补器上 还是会有在比赛中呢 留有后手 包括在过去四张比赛 全部手法表现出色的林良明 还有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在右后位可以主打的同类 漂亮 漂亮的摆脱 形成了突破 看一看 王静贤边跑边看 传前点 照 抢前点的伯阿藤 倒三角呢 有孙伯到位 但是王静贤呢 刚才还是 传了一个平行于门线的前点球 像这种比赛呢 贝密特斯他 有一个意味 可能会愿意用中场的角色 就是孙国文这样的角色 所以他没有把同类和李帅 同时派上场 不同的教练呢 在比赛中选人的时候 是会根据自己 在这场比赛中的 一个战手打法 来去进行球员的选择 争取能够形成场上的 一种人员的组合的优化 其实我觉得孙国文打左边一位 然后同类打右边一位 也是可以的 这样安排也可以的 后场一腾拿球 再交给黄振宇 由他来发起这一次 广州福利的进攻 精准的长传到边路 而大连人队 在无球的情况下呢 一直退啊 对啊 后场和中场线 基本上是退到了 本方防守三十米区域 而且他中场线 站得太平了 所以福利调动起来 非常容易 李提香右脚的分边 左打 这个强打的左边路 就是大连人这样 站成五四一之后 这五四一的四啊 他就真的是一条平行线 这样的话 李提香啊 外围的福利的球员 去左右调动就比较容易 本身福利今天中场 两个球员 阿德里安 李提香 一个左脚 一个右脚 可以往左边 右边都比较顺畅的 来去传球传导 可以调度啊 横向的球比较多了 所以说大连人 现在只是一位退的话 你这样防守 还是会出问题 而唐淼呢 刚才看到 已经多次进攻的时候 到前场呢 他是奔中路一动 而且你其实不是 不可以退 而是说你退的当中 你能不能够 稍微有一些主动性 就是说在局部 能不能把对手 去限制在一个局部 到目前为止 福利的传导 做得还比较顺畅 是 你看外围 阿德里安 现在在这块拿球 谁来去出来 顶他一下 对吧 没有人 那四个人的中场线 他只能是临时 出来一个人顶 而没有人 原本就在那 是 刚才的一次福利队进攻的 陈哲超 是在左边路呢 是约位了 福利的这个 异位的选择呢 也是一个中场 加一个边后位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随着比赛呢 进入到现在 接近20分钟 我们看到 黄振宇的位置 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又回到了中场 这个是进攻当中的 一个换位 他可能这个时候 有一个临时的调整 就是居中的中 因为他本来就可以打活腰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上去参与一下进攻 因为球队的优势也非常大 对 优势大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这么打 可以让前场呢 多一个人数 来参与到进攻和调度 之前河南建业 优势大的时候 就王上元 居中中卫 上去打活腰 因为本来就可以打 是 福克维奇 在交给力提向 在外围有空间 而唐苗也增加了 这一侧的拿球 外围这块多空 只能是中锋 伯阿腾回来 来看一下线 大连人退得太深了 最后你还是能够 让福利倒起来 这样福利左右 时刻能形成联系 虽然说不一定 多么有建设性的联系 但是你的球员 很被动 放下来 小邱智慧评 再一次改变电视 在中场拿回了球权 看看大连人 对这一次进攻入风 来组织 这次是靠伯阿腾 回来防守 加尼松把球带住 先把节奏控制住 这个时候 广州福利进攻的比较猛 而大连人在得到球权之后 倒一倒 交给了李帅 这边也有很大的空间 空间非常大 左脚传起来 脚后跟的射门 伯阿腾 这球是连停带打 一气呵成 过去的两场比赛 伯阿腾是都有进球 而在这两场之前 他的13次中超联赛出场 颗粒无收 应该说近期伯阿腾 要证明自己也好 或者说找到了进球感觉也好 连场进球 但是刚才 福利的这个防守 就是在李帅船中的 这个区域 空间太大了 就是我们说 他这个343在进攻的时候 如果前边的那三名前锋 回不来的话 尤其边路的人 刚才向右边的人 他因为 已经活动到另外一侧去了 所以说中场 两名中场的旁边 就是一个大空当 这也是很多 面对三中卫体系 特别是343体系 球队呢 特别愿意抓的 就是对方的边翼卫和 边中卫之间的 那个结合部位 这一次呢 是翼卫身前的这个空当 就是后腰身侧的空当 因为343两个后腰呢 它覆盖不了那么大区域 我们说 4231啊 比如说这两后腰 它旁边有一个边前卫来保护 但是这种343呢 以翼卫一旦退的 跟中卫靠得太近 就会出现后腰身侧 中场太薄的这种问题 所以刚才你像李帅 这么轻松的把球传到里边去 我们知道福利的中卫 他防守还是经常会出现问题的 其实在这个赛景的后场 丢足的数比较多 李帅又上去了 再给到边路 村伯右脚的传中力量太大 这几分钟黄正宇 确实更像一个后腰了 但是在右侧呢 我们说现在是阿德里安和 雷纳迪尼奥都在靠右侧的位置 这块的防守可能会比较薄弱 那李帅就会有更多的 向里边送这种球的机会 这场比赛 双方不仅要拼进攻 同时在防守端呢 同样也是 要尽量的来做到稳健 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福利这会儿确实 你看黄正宇的位置已经稳定在了后腰的位置 站在两名中后卫身前 三个人呢 乘一个三角的站位 便于在后场呢 来进行传导 他连人逐渐的在前场包围 但是黄正宇摆脱了 这球啊 给的还是不太冷静 是远距离的一种斜舱船 他提前 先看这下 瑞福科维奇 开始提速 冲到进去 最后这一下 意图太明显了 要走边路 所以被盯防住了 瑞福科维奇的一个好处呢 一方面他在中超联赛环境当中 他一方面能背身去拿一下 一方面也能带一下 虽然刚才没带好 所以这些东西呢 还是能够和球队去良性的搭到一起 范普鲁克霍斯特 在他之前的执教生涯中呢 也是取得过辉煌 他带领自己曾经效力过的菲亚诺德 也是获得了16到17赛季的 合甲冠军 而这个冠军也是菲亚诺德 时隔多年 再次能够拿下 合甲的冠军 马德里安 在后场 广州福利呢 还是能够把球全控制住 在第一轮比赛中 广州福利的单场的 穿球次数超过600角 上一轮最多 这次执塞找布阿腾 黄正宇在背后应该是踢到了布阿腾 布阿腾现在还没有起身 所以比赛停下来 刚才的一次中场断球 迅速的执塞 刚才是什么 唐苗在前边呢 雷纳迪尼奥被看住了 所以他没人去船 直接选择了一个很危险的 横船球 这球还是碰到了皮球 随后踢到人 不过呢 这段时间我觉得福利这边 想要继续进攻的话 阿德里安还是要更多的参与进来 阿德里安刚才是在 左路的位置 他并没有在球的这块 这个区域 今天阿德里安有点像一个自由人 这样的中场自由人的一个角色 大连人队在之前的四场比赛 全部受发出场 而且是本赛季本土球员 进球队斗的林良明 这场比赛呢 现在是在替补系上 在第一阶段比赛一开始 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时候 前几场吧 林良明是有机会 但后来呢 因为伤病 因为人员的选择问题呢 在第一阶段出场的次数并不多 那么今天呢 也是大连人呢 再一次在大连人速球轻军基地 来进行比赛 首回合的与鲁能泰山那场 进球大战 就是应该是首轮 就是在这座场地 所以大连人的本赛季 将会在这里开始 而在这里呢 也是完成这个赛季 所有的比赛 扩西齐 看这招 这个赛季从三层鲁能泰山队 组织也加盟到了广州福利 福利还是比较重视横向的传球 波西齐带球接近了中线 横传居多 纵向传球比较少 这是广州福利 现在的比赛中 呈现的一种传球的方式 雷纳迪尼奥 一段时间他没有参与到比赛中了 刚才拿球 还是造成了大连人队的犯规 雷纳迪尼奥要求的欲望 还是比较强烈 但是他主要还是被这三中位里边 时刻刚才是扇棚飞顶出来 能够被看住 大连人队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回撤 就是雷纳迪尼奥 不管在前场哪一个位置拿球 他空间都不会太大 当然单逢飞和董延峰呢 如果让他们顶出来太多的话 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但是你要踢五后位的话 边中位肯定还是要这么踢 不能够局限在这个中位的位置 这个时候广州福利尼奥获得定位球 正在高大的两名中后位 都已经埋伏在后点 他的连球开到了后点 托奇奇没有顶到 开场之后大连人在防守端 防高空球 现在做的还是不错 但是外围现在拿不住球权 他的脸左脚传起来 解围到了后侧 这边有李帅来保护 解围还是要更稳一点 在压力下呢 大连人刚才的解围 其实并不是太稳妥 挺危险的一解围 不达腾的速度啊 阵材不高 但是速度很快 强冲一腾 但他这一个速度一冲呢 福利整体就往回撤了 还是要看手转弓的速度 当手下来之后 函出去的这一下一定要快 而且要准 提到伯阿腾呢 他这个赛季呢 沦为了替补 其实他之前 本赛季只有六次出场 可能跟早期的伤病 也有一些关系 而龙东的状态呢 也是使得球队 肯定会把首发的中锋位置上 交给现在高达的龙东 黄正宇李提香和阿德里安 在不断的换位 实际上李提香和这个阿德里安的 主角应该都是左脚啊 但是中间的这个右脚 使用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球串的还是比较好 他一定要变速跑 最后再穿中 翻起来之后被碰了一下 这个球也没有处理好 伯迪基一开始跑冒了 但随后呢 对球的落点判断准确 现在应该说呢 只有两名广州福利的球员 在自己的本分后板上 其余的人全压上去 这个球李提香给的不是特别好 阿德里安想求的时候 一个放铲 不要 十道防盘了 对 之前李提香给了一个刀山球 阿德里安今年34岁 来自于波兰 刚才这球呢是二分之一球 估计抢不到了 最后是一个产球的动作 李提香刚才脚腕一掰 他是应该临时起义给阿德里安 所以说这一下呢就没有观察到对手的位置 四天以前双方在首回合比赛中 那一天呢是阿德里安34岁的生日 应该说呢第二阶段来到广州福利之后 也是为广州福利这个赛季能够成功的保级 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外援确实极差极勇 说因为我们过去看他不管在哪个队都是能够马上发挥作用 马上就有数据 从原来的亚太后来到了重庆 对 代球传球射门都可以完成 夏尼松 实际上他如果留在重庆的话 第二阶段可能会打得比之前更好一些 因为毕竟从右边往里边切这个角色呢 就是重庆剩余的那四名外援 他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虽然说能力都很强 只不过原来阿德里安有一个横着走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在右路的 所以说重庆剩余四个外援有点没串起来有的 缺乏一个来组织来去协调的这么一个角色 当然能力上来说还是很强的 能助攻也能得分 阿德里安大球 开车烧 今天他在左边路和右侧的唐淼一样 进攻的时候压得非常的靠上 拉到边线 但是他能用右脚来处理球 一提枪再给到右边 还是唐淼 这段大连人在 有意识地把四个中场往前去压一下 但是你看这个位置又漏了 陈车烧在左边路 一脚出球传给日福克维奇 很好的机会 日福克维奇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这个球没法在前点能够完成 持球或者打门 就是因为大连人他的这个中场是四个人一条线的站位 他不是说三一的这种站位 所以说并没有说在前腰这个位置上面有人的时候你就得后腰顶出去 刚才后腰想要顶出去的时候 又把自己的这个后腰位原来的位置给漏了 只能是中位上来 那中位上来的再慢的话 刚才阿德里安就获得比较好的空档 所以说这种平行线的站位呢 你想要站出层次来 你可能需要更强的这种中位的能力 中位要顶出来弥补你的中场后边的空档 像董延峰呢 实际上他在四后位里面也是经常顶出来的角色 但是这个人这个球员经常顶出来之后呢 可能也会让他自己会感觉有一些费劲 就是会增加他的失误 所以到了比赛后段未必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 后场的转移球 这球还是有点不稳 抢下来了 守球了 你抢起来 刚才在断球之后 大连人的球员呢出现了手球犯规 孙博 孙博在双方的上一场比赛中呢 是替补登场 也是参加了比赛 而今天获得了首发 从第一阶段的后半程开始 孙博得到重用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对大连人是有提升的 否则的话 有些比赛可能会踢得更加艰难 虽然大连人的总体战绩并不是很突出 孙博的个人能力非常强 孙博现在拿球直接的要传中路 和前面的伯瓦腾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 球给的还是太急了 另外就是他这个大连人名义上面进攻的时候也是三四三 但是这三个人凑到一起的机会他没有福利那么多 三个人之间的传接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次数很少 还是防守被压得太深了 沈蒙菲他有意识地去跟雷纳迪尼奥 但是这两次跟出来全是犯规 就是说明就是大连人的这三中卫 王耀鹏是居中扫荡的 然后两个顶出来的中卫是沈蒙菲和董延峰 但是他们顶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够完全跟住这个令数 现在已经不断地给出任意球了 上面上广州福利的前场任意球次数已经非常多了 这是第三次前场任意球 还是阿德里安来主罚 左脚直接射门 但是没有压住 射门的力量很足 能够清楚地听到砰的一声 来到广州福利之后呢 阿德里安已经打进了联赛的两球 上一次进球呢 是和河南建业进行的首回合比赛中完成的 这个赛季大连人队最好的成绩呢 也只能会是第11名 很有可能会是第12名 这样的话呢 比球队上个赛季第9名的成绩呢 还是有所下降 传球之比这个非常悬殊啊 看起来广州福利呢 4倍 将会在这场比赛中呢 问题不大超过600角 大连人现在呢 还不到100角的传球次数 孙伯把球交给了贾尼松 再给边路掏边的是李帅 左脚停了一下再调整 左脚在传中 中路区强点了 但是没有踢到 你看李帅这个位置 他总是能够轻松地获得传中的空间 特别是刚才大连人还在左侧进行一串配合 这一块呢 因为没有明确的边前位回来保护一下宽度 所以说李帅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就是唐淼在这边实际上是有点 就是你看这边李提香是后腰拉过来进行防守的 这是临时拉过来的防守兵力 所以说这边大连人刚才做了比较不错的配合 这个应该是大连人今天的机会之一 李帅能够获得比较大空间 而且还能获得很足的时间 调整看准了 然后再提脚 当然我们说李帅还是需要去把握一下传中 就是在各种情况下的传中 其实今天做的还不错 提高一下传中的质量 李帅今天的传中还是 你比如说像第一次找伯阿腾那次还是非常准 因为那一下确实他是大空位 然后没有人干扰 这次阿德利安犯规了 他身上是有黄牌的 在犯规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 PPT提醒您 加勒福双十一美好生活节提前开奖 上百款精选商品五折起 不等预售马上拥有 贾尼宋是防守型的中场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比赛中 可能传威胁球的次数不多 但是他的护球和对比赛节奏控制 还是能够看到的 肯定还是能拿也拿的 王永峰在后场长传 也许打的简单点 也可以是大连人在比赛中尝试了一种方式 把他断下来 突破再给这边 滑腾 他的右侧 左脚传过来 孙博拿球 后边的是李帅 还是这边 调整好 再穿中 劲小了 这个球反到孙博 可以有自己发展的空间 挖腾 李帅 还在做配合 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福利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速度强传 这一次 贾尼聪很关键 如果这个球让福利拿下来的话 可能会有快速反击 自己带球 边路的二打二 漂亮的配合 过来了 贾尼聪 传到外围 这是远射的机会 差一点 获得了脚球 这一次大连人的进攻 不仅传导的次数多 而且最后是收获了一次远射的机会 反复地在福利右路来做文章 我们看这边 雷纳迪尼奥虽然这次补回来了 但是你看他并没有进行二次防守 而且这个站位和唐淼之间 其实防守之间的配合也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说 现在大连人抓住这一侧 底帅高度压上之后呢 就形成了多次的在左路的进攻配合 他不只是传中而已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这种进攻的可能 大连人获得脚球 这场比赛他们的第一次脚球 战术脚球打出来 进攻在边路 交给靠边的李帅有空间非常大 传起来蹭了一下 乱战中福利解围 还是加尼松 脚下是清楚的 再给过了 漂亮 现在进入到了上半场的首度 是大连人可以连续的围攻了 对对 他们要将这个时间段的争取 能够延续下去 唐淼这边压力有点大 他不断地在和李帅对位 这下其实是他犯规了 排队过高 敌人犯规 这是刚才来自于中场 五尾的右脚远射 偏了一点 因为实际上在这一边的中路防守球员 不管是益藤也好 或者是李提香 对唐淼的保护可能都相对有限 而且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右前卫 雷纳迪尼奥不是这种角色 第一点 陈志超顶住了 可以看到大连人这段时间的进攻 终于是压上去 你看李提香拉到这边之后 还是堵不住这个线了 顿博在这一层的活动的比较自如 通过五尾分到右边 转移到另外一侧 这次进攻的大连人队打的也是很有耐心 直接的起高球 胡阿腾投球还顶到了 身材不是很高大 这一次是回撤起跳 然后投球的摆头完成了射门 苏宁一购百亿补贴 就补大牌子 买到就赚到 胡阿腾来自于迦纳 也在这个赛季 在中超联赛也是有同样来自于迦纳的老乡 像瓦卡索 那么还有天津泰达队的表现 在第二季段非常出手的阿齐姆棚 大连人队现在能够持续的 在中场能够拿到球权 最后的十分钟 应该说是大连人队的进攻 是明显占有优势 反倒是弗利现在打起了反击 阿德里安的出球 连纳迪尼奥再给阿德里安 快速倒到这边 躺秒上来 连纳迪尼奥回撤 撤来接也没有挺好球 孙伯回的位置也非常靠后 随后长转球 好球 孙伯阿腾 快速的起身 还是因为是长传 所以孙伯阿腾没有办法 只能单打队友 是不可能迅速的就出现在自己身边 广州福利 广州福利这样比赛排出强阵 当然也是要为11月下旬 和四周东吴的足球杯来去做准备 福利在过去几个赛期 足球杯打得都不错 经常进入到八强 甚至还有曾经进入到半决赛的经历 而且抽签是抽到了从山东龙泰山 这一个半区 左边的强行的超车 来自于李帅 速度非常快 可能踢住了一个用自信 李帅本身爆发力比较强 还要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人球分过 这个球实际上是没有太好的传中机会 因为是一队多的情形 因为队友没有过来支援 但是他硬突的话制造出一个犯规 这样进攻还是打出了一些效果 唐淼这边持续被打 需要有队友在防守的时候过来帮一下自己 这个对他来说确实比较难受 同时如果在进攻的时候压制住唐淼这一侧 也就是唐淼在手转弓的时候 也是丧失了在进攻端的发挥更多作用的 这种效果 投球顶了一下 挺接近了 每一次进攻的距离半平比分的越来越近 董延峰的投球 绿队应该快速的发球了 要偷袭大连人队进攻之后 深厚的空间 场船没有船准 这样打了一阵之后呢 大连人抑制住了复利的进攻的势头 而且总比分领先呢 其实他们要的也就是这个效果 这场比赛如果再出现进球的话呢 下一粒进球是哪支球会打进的 对于两回合整个的走势会很关键 今天这个贾尼松踢得非常好 尤其在球队获得球权之后 非常合理啊 他的那个停顿出球是很合理的 个子很高 脚下也很协调 既能用身体对抗 就是去扛路人 也能去往前带 而且参与了边路的进攻 对 而且有不错的出球的成功率啊 东远峰上来 再给到边路漂亮 宋国文头边底线处倒三角传进来 福利队的解围也是很悬 福利已经回来的人够多的了 在压力下呢 解围的时候先触到球 先抢到第一点 但这球实际上也是被碰到了球门的后侧 对福利来说 好在上半时快要结束了 如果再踢五分钟就都不好说 两边现在都开始 后场的长传球 这种方式福利队 无异于呢 在球权方面很迅速的 就交还给大连人 阿德利安 上半场只有一分钟的捕食 对到边路 雷纳迪尼奥 到进区里了 再传起来 高空球抢得非常的 及时和关键 唐淼这时候又顶上来 上半场比赛对于唐淼来说也是高消耗的 其实对于这两支球 对上半场很多的球员 都是一场高消耗比赛 因为在进攻的时候要冲上去支援 防守的时候呢 还要深度的回撤 但是福利现在这个防守突然就都站住了 阵型没有站好啊 有点散 这边又是出现了很大的空间 李帅上来调整中 跑动中 船中 还是第一点 双方现在呢 就是可能我 防船中防不住 但是我防这个防守的第一点 伺服科威奇这时候也得回来保护一下球权 他同样的也是广州福利这个赛季成功保极 保极制胜球的完成者 他在与青岛队的比赛中呢 是破门得分 科威奇是广州福利上半场 触球和传球次数都能排第一的球员 好 这个时候两支球队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半场过后 大连人呢 是0比1落后于广州福利 那么在上半场呢 为广州福利完成进球的 是球队的球员叶楚桂 在一次补射中投球 是攻破了大连人的球门 但总比分 现在大连人呢 还是在3比1领先的优势 稍后进入到本场比赛的中场点评环节 在大连人队的比赛名单中 大连人呢 还是在比赛中呢 留有后手 主菜一声哨音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下半场率先开球的是 大连人身穿着白颜色的球衣 应该说在上半场呢 广州福利是主攻打了30分钟 而大连人在上半场的最后阶段 是进行强行的进攻 压制住广州福利 长达10多分钟 固有攻守 是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画面 华腾 头顶脚踢 还是边路的大空当啊 我们看下半时一上来 大连人就能获得这样的空当 双方都没有进行快速的换人 所以呢 还是这场比赛首发的 各自11名球员来征战 孙国文又是右脚传中 传得比较准 直接再打门 没有压住 来自于孙博的一次尝试 上半场的孙博更多的是 在前场的起到串联 为队友传球的作用 刚才是完成了自己 在这场比赛的 下半场第一次射门 上半场的双方比赛的时候呢 节奏并不慢 所以这个上半场 虽然只出现了一个进球 但整个半场呢 应该说并不沉闷 并不滑位 福利下半场一回来 又变成三中位的站位了 黄振宇又退的比较深了 当然他现在在往前带 把球带到了对方的后半场 再给到边路 他这超速度很快 在边路拿下球 叶楚桂过来接应 一开始的时候 福利打的是三中位 黄振宇退在后边 现在看起来呢 可能还是要往四后位的路子来打 连队刚才应该是抢球的时候 出现了踢人犯规的情况 这已经上半时连续的出现了 就一直都是在 单鹏飞和这个雷纳迪尼奥 对位这一边 但是李帅呢还是很职业啊 自己是犯规了 但是呢 对于雷纳迪尼奥来说呢 表现的非常的友好 因为单鹏飞现在再顶出来 就有吃牌的危险 所以刚才就是李帅来防守 郑国文把球处理好 给到边线处 王俊贤 这个赛季王俊贤的出场次数并不多 要比他过去两个赛季都要少 过度到另外一侧 郑国文来组织 左脚直接传起来 脱西七的投球 应该说两支球队呢 将上半场最后阶段的态势呢 直接的带入到了下半场 就是大连人现在还是在利用 复利在防守当中 两个侧面的这个空档 去把进攻延伸出来 不说直接打出来吧 中原封的长传 而且大连人呢 现在下半场进攻的增加了更多的 侧后方的长距离的一个冲吊球 还是可能会制造出复利和中后卫的一些失误的 虽然布瓦腾呢 在前面可能身材的原因 做支点 接高空球的成功率不会太高 但是这个完全有可能后卫冒顶 这边打身后 日普科威奇 左脚位射门啊 小脚度的打门 这一回 大连人队的门将 徐家敏的呼救和反应 还是做得不错 这一次还是比较出其不意的一次进攻和射门 约位了 后场托其器的长团 日普科威奇呢 还是约位了 一点点 当然跑位路线是非常好的 在中卫身边绕了一下之后 马上斜向的跑动 迫使王耀鹏需要去拉出来防守 然后呢 又直接小角度打门 这下也是 徐家敏还是注意力比较集中 下面上一上来呢 刚才这一次进攻虽然是约位 但是让日普科威奇呢 找了一下脚感 PPT提醒您 本场比赛进球后 苏宁一购 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暴雨 抢好货就上苏宁一购 在今年的九月份来到球队 这场比赛呢 是来到球队之后连续的第六场首发 这道边路有点小 不过苏国文有速度把球拿下来 而且有船中获得脚球 整个的福利的中后场 防守落位组织还是比较松散 所以大连人不光是会获得一些拿球抬头观察的空档 而且这个传球线路实际上也是福利这边放的比较开 在完成船中为球队赢得脚球的孙伯文呢 也是在上一轮呢是停赛 所以这场比赛呢 复出之后直接进入到了首发阵容中 踢一个右翼位的位置 万金游的球员多个位置能胜任 而且他还是很实用的 来看孙伯的 出发的脚球应该是一个外拳球右脚 后球蹭了一下第二机会 王锦贤的射门被阿德里安挡住了 大连呢想要延续的这一次的进攻 王耀鹏 今天也是带上了队长秀标 哇第一瓶球扫进来 摔倒在进去里边 裁判的手势呢是进攻端大连人队的犯规 董延峰倒闭 但是可能吹的是他的一个犯规的情况 你看尼聪给了一个低瓶球啊 磕得很好 抢位置的时候跟黄振宇撞到一块了 这个球其实先去卡位的这个意识非常不错 如果说这一下能够再抢先一点 把这个身位站得更好 可能就是对面犯规了 所以说他这一下伸出脚呢 裁判可能还是认为他对球权的掌控啊 不够结实 所以说这一下最终还是判了攻防的犯规 所谓后卫队员呢 在刚才这次进攻中 董延峰呢也是出现在了对方的进取中路 但很明显现在大连人呢 凭借着自己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啊 他是能够制造出机会的 又成功的断球打过来 迪迪强这次补边又是没有成功 迪迪松做过渡 李帅在左路增加了持球点 上半时汤苗这边压力就很大 左脚直接传中投球 董延峰跳得非常高 但是由于身高呢 比出击期矮一点 所以呢很难在空中球占到便宜 给了脚球啊 刚才这一跳看到伯阿腾 现在的状态是不错的 跳得非常高 获得脚球 这样打下去的话 大连人确实比上半时一开始 要机会好很多 主要还是一开始呢 退的比较保守 保守之后呢 541退回来 然后呢进攻端不太容易联系 这是下本场大连人队的 第二次脚球 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脚球了 这回是内旋球开起来 反差起双拳击出 雷纳迪尼奥再次解围 本赛季大连人呢 场均的脚球能够达到5.62次 应该说完成的是不错的一个数据 但是对方的脚球 在与大连人的比赛的 对手的脚球呢 也是场均5次 比赛 看看能不能横向的转移和过渡 想一松 停的稍微有点大 但是自己能够把球救回来 而且有不错的对抗 又是进入到了大连人 现在是压过半场 一个半场的强攻的态势 关键要寻求突破口 如果能够在下半场呢 将比分扳平的话 维持三球总比分领先的优势的话 那么应该说这个赛季的第11名呢 是非常有希望 弗力现在防守的时候又变成五后卫了 就是黄振宇又退到了 一藤和托西吉中间 防守的压力很大 所以现在黄振宇位置正在会撤 外脚位传起来给边路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这一次董延峰的出球 还是采用了右脚外脚位的 一个非常不错的动作 边路打得风生水起 关键大连人要解决边中结合 而广州福利呢 现在就是要完成防守反击 正确能够抓住反击 五位拿球 还是给边 王进前能过人 这边人数也够 郑波文过来一打二 李提香 这个时候也是回撤的非常深的位置 来帮助球队防守 李提香今天体力消耗比较大 上一场比赛呢 他是替补上 应该说最近两轮李提香呢 都是在比赛中会出场 但是没有获得首发 而这一次 现在看起来是左脚脚踝的位置 可能有出现受伤的情况 邓贝来张弓都可以来换 当然邓贝来上的话得撤一个外援 还有陈志招 超市调整 看起来还可以继续地来坚持比赛 不过他今天两边补防的负担非常大 而且效果并不是很好 因为整体的这个布防它不够严密 所以球员个人承担的就比较多 需要他在比赛中的要有比较大的一个覆盖 感觉对不同的方式来出球 这回又是从内部长传 呼吸边后位身后的空间 陈志招回车的速度也不慢 汪静贤今天冲刺跑做得非常积极 24岁 在过去的两个赛季汪静贤的中超联赛的出场 单赛季都能够超过20场 刚上中超的时候 汪静贤就作为队中非常重要的U23球员 不断地穿插 跑动 冲刺 去侧影 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现在球队当中年轻球员就比较多了 现在上威胁位置定位球 孙博的右脚倒三脚传进来 但是打门没有踢到球 要反击 快速的反击弹出去 雷纳迪尼奥 这一边队友更多 出色的转移球 长秒再交给阿德里安 这是阿德里安的位置呢 在前场 左脚直接传起来 漂亮的强点 但是没有踢到球 这个球啊 这个进攻的线路呢 大开大合 从左路一脚转移到右侧 然后再直接的传中 但是这一回应该是叶储柜 还是后插上 但是没有踢到球 比球传得非常好 但是凌空啊 有难度 但是更多的大连人四个人在追向叶储柜的方向 哪怕你的视线被日复科威奇被吸引走了 但是这四个人呢 因为他不在常规的防守位置 各自防守有些混乱 他可能第一时间想的是找位置 而不是去跟人 所以四个人全都没有去跟人 这种退防当中 我们说你如果第一时间没有办法严整的 就站回有秩序的站位的话 你首先得把重点人的跟住 刚才叶储柜过去的真的是很容易 而且其实他和日复科威奇之间并没有做复杂的交错 只是说一个往前点去拉一点 一个直接从后点斜着上来 并不是说那么有难度的 所以说两边防守的确他都不牢靠 下半时都有可能再进球 对 在对方的这个进攻压力下 有时候队形会比较散 百分百男士定制 青阳妖宁观看中超赛事 冠军表现无懈可击 但是双方呢 虽然在之前的13场中超联赛战绩是平分秋色 最近四场的也是一样 看看直塞球啊 门将出来了 韩佳琪不错的铺就 可能伯阿腾呢是有越位 球呢还是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甲尼松的直塞 甲尼松第一下停连停带带 这一下还是不错的 之后确实是越位了 伯阿腾呢还是先把球呢 踢向球门的方向 但是初级的韩佳琪 快速的把球给挡住 只有21岁啊 这个赛季之前的所有广州 富裕比赛的韩佳琪都是首八出场 非常有机会来竞选这个赛季最佳新人 亚琪确实经验长了很多 他也在赛前采访时呢表示 他的目标呢是能够参加呢 在未来 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 希望能够有参加国际大赛的 比赛的机会 这个年龄段能打上中超的 还是有一些门将 年轻的门将 陈威 郭全博 郭全博 张岩 张岩也是能够资产 这些都是他国奥队的队友 这次 叶楚贵 再给雷纳迪尼奥 到了进区里边 一对二 陈志超过来接影 叶楚贵来回的晃 两个边峰现在凑到一边 广州福利接下来 不急于地传球 托西奇上来 在边路形状突破 还要再过人获得脚球 这个球因为陈志超移动到了中路 把边路就让给了托西奇上来 虽然是高大的中后位 但是刚才在边路 脚下带球这几下很利索 而且还形成了边路的突破 福利应该是用过托西奇踢左后位 再让冰尿刚才这一次 是把鞋子控制好 这是广州福利队 下半场的第一次脚球 全场的第二次 他也到了后点 大连人队保护住 别出柜 福利队呢 并不愿意在边路直接起球 这回是45度扫起来 门降出来 摘得很稳 余嘉敏呢 不仅升高 而且必长 这边灯被来 可能稍后要准备出场了 但布隆和霍斯托呢 再跟他进行着交流 看看怎么来换 阿德里安是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保留 那雷纳迪尼奥 是不是有可能下去了 这样的话 让阿德里安去更自由的 这个前场的位置 可以呢 把阿德里安的解放出来 让他呢 更往前去参与 和去串导球队的进攻 减轻一些防守的负担 是 本国文 长时间的处在一个首饰 所以广州福利业现在在中场 以及前场的不进行 作命球员的包围 大连人可以在后场的时候 获得比较大的传球空间 独尾 视野很开阔 顾球有些犹豫 孙博已经到了右侧 应该是和汪靖贤的对位的调整了 汪靖贤现在在左路 拿球的是汪靖贤 转过身来 边路有空间 球没有传好 而且孙博这个球没有向前冲 伯阿腾卡下来了 自己再打 长秒挡出去 李帅 他的左脚可以射门 但是角度比较大 难度也很大 这个球孙博应该往前再顶一顶 但是孙博的体能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广州福利的帅先要进行换人 而且是要连换两人 陈志钊首先上场 这是一名中场 那么被换下的外员果然是雷纳迪尼奥 那么准备出场的外员将会是8号中场球员 比利诗人邓贝来 看一看第二名被换下的广州福利的球员是谁 这两个都不意外 李提香被换下了 陈志钊的上一次联赛中出场是球队与河南建业的次回合比赛 而邓贝来呢是与大连人的上一轮比赛的首发 在第62分钟的时候 韩伯格霍斯特呢是进行了两处人员的变化 一个是呢 这个李提香的体能消耗比较大 刚才也一次有受伤的情况出现 邓贝来刚上来就 这个陈志钊刚上来 还没有完全的回来去接应 他的位置 因为陈志钊有的时候会往前带球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是黄振宇 他是需要有人去接他 要身边有保护 双方的射门次数呢现在差的不多 现在看起来呢是邓贝来比较 扯的比较靠后一些 阿德里安还是在中场中路 陈志钊呢是在靠右边的位置 也就是陈志钊现在位置更靠进攻段 他在首回合的时候呢 出场之后呢 实际上在边峰的位置也踢过 对 他确实都能踢 位置非常的自由 陈志钊 还是先交给阿德里安 所以大体的这个 弗力这边的布阵是没变化 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433吧 这样的一个站位 第二点拿下来 一球横传到中路 王正宇在后场呢把球权控制住 中球之后陈志钊的转身 但这边黄正宇又把球断回来 旁边也在这一侧 邓贝来 强打中路 这边是大连人队防守的一个人员比较密集的区域 所以很难打成功 这场比赛对于大连人来说呢 也是一个考验 这个赛季他们在联赛中下半场丢球的这个数量啊 是明显要多于上半场 大连人呢往往在比赛中有时候给人感觉后劲不足 容易提前的崩盘 邓贝来上来之后 他在防守端的保护也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 所以这球大连人其实这一串能够传出来啊 就是在邓贝来身边 还是中场太薄了 加上现在专职防守的人呢 可能就黄正宇在中场 托其奇这场比赛呢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作为中后卫 快速的插上了 在上半场球队取得进球那次进攻中啊 托其奇还完成了脚后跟的变传 大连人这边也要马上的见招拆招 也要换人了 孙伯体能刚才其实也出现问题 能看出来吗 首先上场的是林良明 目前的也是球队 本土球员进球最多的一人 汪静前也被换下了 这样的话呢是在两个边前位 或者说呢 也可以称之为边前腰的球员 是进行了变化 同磊出场 同磊上场的话 孙国文会被放到比较靠进攻的位置 到了中场的位置在边路 没有说同磊是这个赛季呢 大连人所使用的年轻球员中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人 过渡到边路 三秒上来 陈志赵的这球没有直塞 还是球稳 阿德里安 还是强打中路 但是真的很难打进去 我得直接的开大脚 球权还是在大连人队这边 孙国文现在的位置 微调 同磊就变成右翼位了 孙国文变成右边锋 然后林亮明上来之后是在左路 这样的话 大连人队实际上在之前打的比较顺的右路 是现在安排出了不同的人员组合 林亮明之前进球更多的是在右侧 就是他在右侧打这个四后位的边锋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一个在边路的前锋 往中间去强点 邓雷右边的传起来 还是传到了前点 但是没有找到队友 日复科威奇 阿德里安脚后跟非常血液的把球直接调给日复科威奇 还没外援之间的联系 再转移到另外一侧 邓贝来再给唐鸟 进攻压上了非常快 邓贝来自己可以打 左脚的射门 果然是邓贝来的进区外围的左脚打门 但是偏了 虽然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邓贝来已经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在打看英超T球时候的身体状态 但是技术在 意识也在 阿德里安脚就跳得好 跳得非常漂亮 而且日复科威奇也跑位接得也很顺 这边我们看到好像有广州腐力队的球员一腾吧 好像是左手的手腕 非常的疼痛 现在一腾还在场上呢 应该是另外的一名广州腐力球员现在在场边 手的部位呢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其实对于广州腐力来说这场比赛呢 还是要避免重要球员的受伤 11月26号将会是他们足鞋杯的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时间 也就是两周的左右的时间来调整 接用的也非常好 像一松 用过文 这个时候呢 虽然是在这场比赛大连人的比分落后 但实际上考虑到两回合的比赛 更加着急的应该还是广州腐力的这边 大连人在后场的进攻推进的速度并不会特别快 广州腐力需要在最后的20多分钟要强打 如果还想在这两回合比赛中呢 有所作为的话 这球 叶楚贵准备重新回到场上 因为刚才反击当中叶楚贵就没上去 那时候就应该已经上了 红磊的传球 刮球 这球顶的是非常的不错 可惜偏了一点 离门比较远的情况下 强行的这种发力 爆发力很强 没有办法 伯阿腾可能更喜欢身后队友给自己脚下球 但是现在多次在比赛中给他高攻球 他也每球必争 又是跳得很高 腰腐力量展现得非常舒服 我要是没有踢出第二个前锋的效果 这样的话伯阿腾踢着可能就不太舒服 但是他速度上面能够直接带来纵身 队友一脚长传的这个纵身就能打出来 叶鼠贵 在第一阶段的一回合与大连的比赛中叶鼠贵打进绝杀球 伯基奇上去参与 这边没有打穿边路 孙国文 左右脚都能够出球 看看伯阿腾差一点要摆脱黄振宇突破 黄振宇非常的老练 这球先是破坏球 参方的名帅也都是在场边的来积极的指导场场球员的位置和比赛 黄振宇又是在后场直接开大脚 哇 邓未来被踢倒了 可能范规的大连人的球员要吃盘了 范规的应该是董延峰 连踢带撞 还是董延峰单捧飞顶出来的时候 他不免就会出现这种情形 双方都有抬脚 这是一个对角 他其实跟是福科维奇跟出来的 然后到这边是对脸对脸对上了 邓未来的 真话董延峰也吃到了黄牌 折超 左路单打同类 同类的一对一防守刚才做得不错 这个边后卫或者说踢边后卫的球员呢 跑动中直接传球也是一项需要去完成的或者掌握的技能 福利队呢 今天呢 去不惜让年轻学员更多 头球定到了 球进了 拖西齐 这样的话呢 现在总比分大连人呢是3比2领先广州福利 最后的十几分钟 悬念呢 又出现了 因为保证福利只需要再打进一球 就可以将总比分搬成3比3 而这个时候站出来的是本场比赛 重回首发的中后卫托西齐 投球是典型的中后卫 在中路起跳的强点 押注对方2到3名球员把球顶进 投球顶得很强劲啊 对位其实是有人防守的 但是没有顶住 大连人这个70分钟之后丢球的问题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 而且这回是定位球 其实你不能说防守没有做到位 但只能说拖西齐跳的太高 顶的太丢 而且大连人很多时候这种70多分钟丢球 或者80多分钟丢球 往往不是只是防守出问题 而是说你的进攻到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了 尽管他这场比赛进攻端是换了人的 林良明还有同磊把这个孙国文送上去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阿腾投球的时候 依然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 就是你的进攻端这个时候又打不出连续的东西来了 所以大连人在包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很多重要的比赛里面为什么拿不下来 为什么优势情况下被翻盘 实际上往往并不是只是说守不住而已 而是你进攻端 更多的东西没有打出来 前面如果立不住的话 后面的压力也无法去缓解 当然确实 确实大连人很多时候是守不住的 容易崩盘在比赛中 邓贝来完成摆脱 北道进去里面 这球到了后点 冲前点的陈志昭没有拿到球 刚才脱西奇的进球也是这一名中后卫 这个赛季的联赛第二球 非常关键的一球 然后这场比赛 最后十几分钟也是会有好戏上演 李帅拼到现在可能也是左腿的膝盖部位 有一些受伤的情况 包括大连人这赛季引进的 这个外援中后卫丹尼尔森 实际上在四后卫的情况下呢 也 防守端并没有说充分能够去带动起这个防线 你比如说像这个神花的姆比亚 他发挥了后防核心的作用 但是丹尼尔森没有起到这种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大连人在攻不上去的时候呢 你要纯靠手 守住最后的20分钟也比较困难 特别是还有对方可能会重点打你阵容当中的一些体能 消耗比较大的奔斗球员 可能绕着丹尼尔森去打 不打丹尼尔森 所以说大连人攻防吧 其实都有问题 那贝尼特斯 我觉得这赛季确实是可能在大连人碰到了一些瓶颈似的东西 还是向前照博阿腾 但是传球呢传到了外边 尼尔森先把球呢干扰了一下 把他拿回球权 加尼松 二国一的配合 这球打得很巧妙 冲到进去里边 林良明没有左脚打门的机会 最后球给的深了一点 其实复利可以考虑先把后防调整一下 反正华人名额还是有的 对于大连人来说好消息是 这个赛季广州复利在比赛的最后15分钟 丢球呢是多达5球 这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数据了 对 所以也容易呢后劲不足 现在复利是做了两个调整 我觉得 因为复利现在其实也有一个守不住的问题 如果你想把比赛拖入加实的话 你还得再进一球 对还得再进一球 那现在的情况是 你像后防线上一腾 我觉得可能到后边也会 体能不支 打过来陈志招的传球 力量小了一点 其实对于复利来说呢 现在也不需要想太多 就是加上进攻 对 输一个也是输 输两个也是输 长菲亚的停赛 确实让他们少了一个选择 看伯阿腾自己来 车门被碰了一下 没有获得脚球 自己来呢 另外一个冲锋禁区的点 是孙国文 但是呢你说要支援伯阿腾这种球员 你得有一个对抗 直接把防守压力引走 然后让他去冲击球门 或者给他一点空间去突破 所以达连人现在还是 这场比赛当然也是人员不整 外园的人数上的劣势 但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 都是同样的问题 而且其实某种 哎这个球啊 柯西齐其实这招直赛啊 一开始没有传好 对 对于大连人来说呢 现在也不同于广州福利 广州福利我们介绍过 刚才呢其实不需要想太多 就是强攻嘛 而大连人呢现在其实就可以 一定总比分还是领先一球呢 比赛的时间也升的不多了 可以呢以手为主 然后争取呢抓一抓对方的反击 然后又要有外人出现啊 崔明安 连续的与广州福利的两回合比赛 都是替补登场 呃四肢中场换下的是首发的五位 在五天以后呢 崔明安将会度过自己26岁的生日啊 也到了当打之年 还是这个赛季比较重要的一个轮换球 这球给的漂亮 脚跟一领随后同类再传 被托机器挡出来 同类在跑路中传球的能力很强 有时候不会有太多的调整 直接球能够在边路传中 另外球内投的有些随意了 我回球拳 崔明安刚刚出场 这时候大连人呢可以以控带手倒一倒 但是要传准 好 福利的球权是必须要争的 因为球权对他们来说非常关键 这种情况呢也使得被帅在场边呢 肯定不会特别的轻松 赵薛日如果想要增加一下中后场对抗的话 是可以选择的 他现在的换人呢 两个U23 林亮明和同类都是在边路 然后呢崔明安 这是中场的球员 其实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去拘泥于这个五后卫了 因为你的三中卫像两边上的球员呢 董延峰或者单鹏飞完全可以换一个后腰上来 就是增加一下中场 这样的话福利外围不容易配合起来 对于大连人来说 其实增加中后场的球员上场呢 也是给球队体能带来一定的补充 而在前场呢 其实还有郑龙这样的人可以来换一下 当然现在呢 这个就是孙国文可能 这个球崔明安 跑中距离很久 传到后点 没有能够坐到中路 一刻坐脚带船 车超 这边呢还是没有处理好球 那今天场地可能有点湿滑 已经不止一次双方的球员有滑倒的情况 快速的转移到日福科维奇这边速度非常快 几个大步拿到球 前场只有一个队友 而且距离很远 这个球不太好传 自己完成了过人摆脱到中路移动 接近了队友的站位 阿德里安 甚至赵带给阿德里安 还是由他来传关键球 长秒套鞭 再回坐 最后是门球 广州福利呢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要发挥前场 客人能力比较足的这些球员 让他们多拿球来打一下 最后的关键的出球和处理 从来 顺不闻 福利的低强也出来了 看来还是想要这个最后的进球 滑腾 无球状态下是退到了方正宇 然后呢 赤道黄牌 两个人呢 刚才也是争了一个高空球 正未来 阿德里安 趁折超在边路 开始内切 好球啊 最后这下被碰了一下 广州福利在最后阶段要持续的进攻 也处贵 没有造成苏国文的犯规 最后手球他犯规了 其实也是想给球队赢得定位球 这个时候定位球对广州福利也同样非常关键 郑龙在场面 同时还有热身的李建斌 到几日也在热身 不过如果上场的话 出场的时间都不会太多了 大连人现在要控节奏 这个时候没必要 按照广州福利所希望的比赛节奏来打 拖时间 就开起来 博阿腾还抢到第一点了 其实博阿腾今天抢一点非常努力 尽管说因为有的时候前场缺一些测用的人 所以他的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个人能力是能够抢到的 他能够做支点 弹跳非常好 对弹跳非常出色 而且能够做支点用 所以就是勉强的去争一下这种一点 干扰一下 但是确实今天大连人体系呢 不太利于他去直接进攻 阿特里安给身前看看日复克维棋拼速度 王友鹏挡住了他 大球保护住 日复克维棋很快 但是王友鹏刚才的转身和回撤速度也不慢 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呢 一个是在整个的比赛中 红盘的数量很多 单轮呢 也创造中超的单轮红盘最多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赛季有很多绝杀球 是在90分钟以后出现的 值得期待 托西奇直赛 日复克维棋右脚打飞了 看出来自己接下来要提升的方面 就是在这种射速精湛方面还要提升 体能也有影响 这个球托西奇做得非常不错 这球稍微调整 随后右脚内侧去打 但是完全没有包住啊 就直接踢飞了 大连人现在确实有点危险 就是他们在左路 刚才李帅明显体能也不行了 再给到前边这个 林凉明他在左路啊 他起不到一个去支撑这一边的作用 那你这样的话 左边等于进攻推进就有点问题 现在你看这种球吧 回传和队友没有形成默契 就是左边现在大连完全打不上去了 跟上半时的情形就不太一样 中方的射门数 在这场比赛到现在都达到双位数了 这样的话 球权都是福利这边的 就看福利怎么来把握 相信目前正在看这场比赛的 大连人的球迷呢 可能心里会比较紧张 因为虽然领先 但是现在福利的进攻比较猛 都给来 主权还是在福利的这边 想打快攻的机会已经是没有了 所以必须要进行阵地战啊 攻坚战 过渡到另外一边 PPT提醒您 苏宁一购百亿补贴 旧补大牌子 买到就赚到 未来 给他的拿球是没有问题的 联系到另外一边了 陈哲超又自己来了 这回没有进行内切 他的脸左脚再成 真是机会啊 停了 三比三 而进球呢 是下半场上场的陈志正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在最后的商店补石算上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面 如果没有再有进球出现 将会进入到残酷的加持赛 甚至是双方的点球大战 首先福利左右两边联系的好 接下来阿德里安又迅速移动到了左侧 这脚传中球给的真是漂亮 但是呢 同时我们看到三名大连人的中卫 没有一个能够照住后点 全都被阿德里安这一侧吸引走了 所以陈志正就在一个无人防守的位置 李帅完全没有内收 也没有后腰退到这个后防线上来 所以这次是一个严重的防守失误 也是陈志正在这个赛季 中超联赛的第一例进球 刚才感觉呢 就是大连人的球员 扑到了防守的右侧 但是也没有截住任何的拿球队员 传球或者说威胁 主要是刚才阿德里安啊 其实在球队一开始中圈组织的时候 他是在右侧的 然后把球给登贝来之后 他一路斜向的往左边去了 这一下 包括登贝来也很好的 把球从右边分向左边 横向的转移球呢 直接牵动了大连人的防线 所以在横向移动当中 盯人就变得困难 尤其到这个时候体能下降 但更重要的原因呢 其实大连人换完身之后 还是进攻不了 进攻打不上去 阿德里安又过来了 看看有没有可能再进 强势突破 比赛如果广州复利再进的话 让我想到在上一轮比赛 山德鲁龙泰山和 重庆当代的那场4比3了 这个是在两回合当中 对 所以让我们觉得赛会制啊 两回合比赛 真的要当成一个整体来看 给你特斯心想我都是对吧 0比3翻盘别人 现在怎么回事啊 是 来 孙伯文 坐进去 看看孙伯文 调整之后转身打门 已经尽力了 进攻端呢 也一直没有去调整 就是说 在换完身之后 大连人其实边上的进攻 尤其是左侧的进攻 实际上是没打起来 林良明在这一侧 两次推进失败 结果让弗里 你看这个是阿德里安 他一开始是在另外一侧 球场的另外一侧 斜向的移动到了 就自己方的左路 然后呢 这样的话 等于是大连人的整体 五个后卫 所有的中场 全都横向的移动过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盯人方面 就失去了注意力 在第一阶段呢 阿德里安 就是重庆队的助攻王 第二阶段呢 来到广州府里 刚才又是精准的穿球 完成助攻 帮助陈志昭呢 是打进了这个赛季 个人的联赛手球 我们刚才还在聊 说这个赛季呢 绝杀球 绝平球特别多 嗯 这个球就出现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总比分平了之后 双方的心态 应该也要发生一些变化 其实要说呢 到这个阶段 可能没有人想打架实了 但是 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 福利这边今天做的确实非常不错 在最危险的一段时间呢 没有能 没有丢球 也是大连人 确实他的进攻呢 能够打到一些空档 但是最终冲击禁区的人 还是不够 打到了要害处 但是没有说打破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通过换人之后 孙伯体力下降 换上灵量名 打在左边 最后其实自己的优势区域 也失去了 然后福利就占据了 重新占据了优势 左脚大范围的转移 陈志超的解围被挡了一下 最后这边同类呢 很积极 还想去把这个球救回来 这个赛季之后呢 可能被帅就需要去 好好考虑这个赛季球队 往往在比赛最后阶段啊 确实容易崩盘这个情况 如何能够在下赛季去避免 这边还是没有办法 在对抗之下拿球 你这样的话 进攻确实立不住 所以说 哪怕现在大连人 弩着劲的想要往上扑来进攻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打出成形的攻势 林阳明刚才从左边移动到右边 最后还是拿不住 林阳明也是需要中锋 才能够去发挥的球员 是需要在前场有一个组合 感觉是两个人踢得更好 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独立的去拿球 伯拉腾这个时候呢 他并不是背身型的球员 林阳明之前在右侧的时候 他能利用速度去冲击进区 上场呢 不时三分钟 日复科威奇 速度不够快 同类把球保护住 阿德里安 邓北来上场之后呢 确实 福利的中场呢 能够看到解放阿德里安的作用 陈车超 又是在左路 这回左脚自己传 右边还有 球没有出界 旁秒 旁秒把球带住 左脚的传中 第一点是大连人的球员顶到了 很关键的抢到第一点 陈车超还是矮了点 郭文在后场 先是开大脚 看伯拉腾 伯拉腾犯规了 应该是吹了他对刚才定方 自己的托习奇的犯规 别出柜 现在福利的左路打的是风生水起 再向这个方向来发展 转身的速度很快 车方呢 在常规时间 现在都还没有用完 五个换人的名额 那么进入到这个加时赛车方 再多一个 再多一个 估计也用不了了 车方呢 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 在第二阶段 都没有经历过加时赛 或者是点球大战 大连人呢 是在首轮呢 淘汰了石家庄永昌 最后在上一轮的输给天津派打 郭阿腾 郭阿腾扣过来 又滑倒了 哎呀 这下不是犯规 这个急停做完这个变相之后啊 好多的球员都容易滑倒 还是大连人的左脚传起来 落点不错 投球顶到了孙国文的 这个头的后侧 所以这球啊 垫起来了 没有正确的头部的位置 接触到球 郭希奇在和 伯阿腾的正顶当中冒顶 这是刚才伯阿腾这次 你看 最后扣一下 滑了 还在冲 李松刚才想在边路突破 但是也没劲了 扣西奇 这边可能还有一次机会啊 广州福利这场比赛 最后一次机会 扣西奇有点耗劲不足 也就是脚软了 亮亮相向的 还在护球 陈志招更快把球拿出来 长秒 好 全场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的广州福利是3比0 战胜大连人 双方呢 两回合的总比分是3比3 战成平局 所以稍后将会进入到加时赛 如果加时赛呢 不能分出胜负的话 双方将会以点球大战来决定这个赛季中超的第11名和第12名 在上半场1比0领先之后呢 广州福利在下半场踢的要比上半场更加的高效 托西奇的进球 以及下半场踢补上场的陈志招 赛季的首球 帮助广州福利在这场比赛中呢 是3比0取得了胜利 对于双方的主帅来说 接下来要为加时赛来进行安排 进行布置 两个队可能都没有想到啊 这个中超的收官战 收成这样 贝大师这边确实今天呢 多方面的因素吧 但是这个问题呢 也不能只是说今天人员受限 人员受限肯定是一方面 但是呢 还可以做得更好 总是你看扫一眼名单的话 其实会感觉有做得更好 能够去弥补的地方 全场比赛的一个西游统级大连人队呢 跑动距离超过了108公里 跑动都不少 对 跑动的是要超过广州福利 但两个队的实际上跑动距离都很多啊 确实是高消耗的 双方的本赛季中超联赛的收官之战 不过还没完 将会进入到稍后的加时赛中 这对于球员来说呢 也是再有30分钟的考验 不过后测这边 他也要为球队在这个赛季 第一次要打加时赛来做准备 火车福利呢 在首轮保级组呢 是淘汰了青岛黄海青港 随后在上一轮呢 是输给了河南建业 双方都是在之前两轮 没有经历过加时赛或者点球 这是上半时的进球 第一个进球 雷纳迪尼奥的射门 最后这边李帅解围的时候的自败乌龙 叶楚贵在这个瞬间呢 是把自己扔了出去 完成了投球的冲顶 帽泽被李帅踢到头部的危险 还是协助球队 打破了这场比赛的僵局 最后在下半场在一次脚球战术中 定位球帮助广州福利 带进一球而托习齐 这是爹青的中后卫士的进球 力压三人把球顶进 确实很霸气的一个投球得分 第三个球的时候 实际上大连的防守已经一片混乱 阿德里安凭借自己的移动和传球 把这球帮助陈志昭打进 是 这球传的是非常好 正好陈志昭就落在一个心脏地带 无人盯防 最后丢这一球的过程 实际上大连人不只是防守出了问题 在前一个进攻回合 甚至前两个进攻回合都出现了问题 在比赛中也是看到了 大连人队这边在下半场 丧失了主动性 所以其实在上半场的前半个小时就看到了 但是那个时候你还可以说是有策略性的回收 因为毕竟手握三球的优势 你可以去防守 但是最后差距一步一步被缩小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挺危险 但是大连人始终还是打不出去 而且还在坚持自己的五后卫 五后卫本身防的就很累 前边人还不够 攻势打不完整 那么在同时进行的另外的四场中超联赛的排位赛中 现在很有可能天津泰达和河南建业 也将要进入到加实赛 同时山东龙泰山和重庆当代 也可能会进入到加实赛中 如果这两场也大加实的话 那么就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五场排位赛的次回合比赛中 有三组对决要进入到残酷的加实赛来去确定本赛季球队在中超的名次 通过这一点也看出来 各支球队对于本赛季最后的排名还是相当的重要 虽然今天下午进行的这五场比赛都不涉及到降级了 但是排位赛依然是要将精彩延续到最后 这个时候两支球队的球员重新走回到大连人青春基地的比赛场地 之前的90分钟都过去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踢好了比什么都重要 大连人队这边走马换将 看到14号U21球员小将黄家辉 他是一名后卫 换下的是董延峰 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可以打的 董延峰有黄牌 这次出场的也是黄家辉在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的第四次的出场 不过之前的累计时间只踢了112分钟 如果这一个换人也能够看出了 贝尼特斯是在后方线上进行了调整 那么在驾驶赛中还是要先求稳 如果不能够攻破广州费率的球门 也别在驾驶赛中比分落后 球队就会非常的被动 驾驶赛的上半时很快就要开始 将会由广州福利这边率先的开球 主裁判关心一声哨音 双方的驾驶赛的上半场已经开始了 那么在驾驶赛的上半场呢 大铃人队这边是从屏幕的右侧来跟左侧进攻 往这福利相反的方向来比赛 两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失误啊 打到这个份上 确实失误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对于球员来说确实是非常的考验 尤其在首发的球员拼到现在 这场比赛的前九个分钟 应该说能跑动距离都很多 消耗都很大 托其奇完成了成功的拦截 但是陈志超的解围呢没有踢远 大铃人一上来踢得非常主动 以攻戴手 林良明的侧影 看尼松这球给的漂亮 没有阅位在底线处倒三角 这是机会 右脚停大门 力量非常足的 来自于林良明的一脚抽射 真正整体压上去之后 林良明就会发挥作用 就是他能够去在禁区里边 去完成前锋一样的作用 应该说射数在大铃人队中可以排进前三 而且这个球负力的防线 也是确实问题比较大 当然在大铃人刚才整体上不去的时候 就是在他们丢第二第三个球的时候 实际上林良明他的这个推进作用会小一些 韩佳琪刚才的扑就很出色 大铃人的脚球开起来 韩佳琪双拳击出 上一场比赛的韩佳琪有一次扑就 还进入到上一轮的扑就最佳的前五 韩佳琪在后场 这是广州福利在防线上的核心 日福科维奇 看到日福科维奇 就是他现在还没有完成任何的国家队的比赛 他有多项选择 大铃人队强大中落 韩佳琪蹭了一下 和韩佳琪的配合还是很默契 韩佳琪到日福科维奇呢 他可以选择荷兰 可以选择自己母亲的国家塞尔维亚 也可以选择自己父亲的国家 和树库拉索倒 可以有三个选择 两边可能各攻一阵吧 这也非常符合这场比赛之前的一个比赛中的情况 就是一方强攻一段时间之后 转为另外一方强攻 东北来在了之后 两边的联系更好 漂亮的分别 再给日福科维奇 这边啊 机会 撞向球门 成立了 陈志招 在这场比赛中呢 完成了没开二度 在下半场呢 帮助球队打进了总比分追平的一球之后 在加实赛 又完成了让球队领先的一球 现在这场比赛 广州获利4比0 总比分4比3领先了 又是这个套路啊 阿德里恩在右边接应完之后 去左边去再去串联 然后左边一脚传中 这次是福科维奇先吸引了防守 李帅这次倒是跟到了 但是依然没有跟到内侧 我们说盯人的时候 你最怕被别人拦在这个外线 身后啊 所以说陈志招虽然说身板并不是很厚实 但是依然挤过去 挤过去之后呢 实际上就占据优势了 整个门将和后卫又撞在一起 陈志招的射门呢 踢在了大连人门将徐家敏的身上 反弹又撞在自己的身上 把球撞进球门 完成了本场比赛 他个人打进的第二球 实际上并非是说 我们说陈志招上来之后 两个进球确实有很大贡献 但是更多的是登贝莱在外围控球之后 阿德里安能够更好的跟他在中圈线配合完之后 再进到进学附近再去做配合 等于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当然这个球要看一看有没有犯规 首先呢从画面上看呢 再传进来 这时候又有阅位 就是复科威奇 碰没碰到这个球 如果碰到的话 就要看陈志招的位置是否阅位 进球呢还是有效的 这样的话呢 现在是4比0了 所以大连人呢 现在非常被动 因为要想在比赛中 在成功的最后获得第11名呢 要在加上赛中至少打进一球 不知道贝尼特斯这个时候做何感想 这个确实是可能职业生涯 没碰到过这种情景 丁凉铭右脚传起来 逃球 这球也很危险 华腾这回顶得也是不错的 只可惜啊 没有能够重目标 不过你真的感觉这场比赛 他拼尽全力 身高不是中锋典型的高身高 但是高空球都能蹭到 而传中球进来的位置呢 依然是后腰身侧这个位置 就是福利今天一般都会出问题的区域 但是呢 福利就是今天这块 虽然守是守不住 但是没有丢球 还是大连人最终 你能够在进区里面 形成威胁的次数 就是威胁的人数也比较少 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大连人的进攻了 其实已经把广州福利的防线打散了 但是没有打穿 而且给了广州福利的防线呢 调整和喘息的机会 明昌明实际上 现在其实他的位置啊 我觉得也可以换一换 现在是到了左路来移动了 他一开始 但是这个阵型当中的整体 还是人员压得比较靠后 所以未必说你用三中位 就一直要持续整场 其实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经常能讨论的 就有时候一个球员在场上踢得不好 可能未必是这名球员的状态问题 也许是他所在的这个体系 并不能够发挥出他最大的能力 这场比赛呢 可能会让很多球迷想到 大连人本赛季的第一场 在同样这座场地 2比0领先山东龙泰山的比赛 最后让费莱尼一个投球的帽子戏法 反超成了3比2 这个时候反而在进攻端要着急 来加强进攻的变成了大连人了 所以看到广州福利现在全线的回撤 所有的球员都回到本方的半场 可以来打方反了 时间 与时间赛跑的现在变成了大连人队 贾尼松 林良明停球转身 华尔腾再回坐 在外围空间很大 所以传球成功率呢 可以提得很高 还是要看关键传球 或者威胁传球这一下 推明安 还是在外围来横转 林良明一直在找空档 找空档找得不错 往前突 自己拿球 和队友进行配合 随民安左脚传起来 到中了 伯阿腾又抢到了 但是没有能够顶住 这个时候可能在想 如果隆东在场应该做好 就这种球伯阿腾跳得非常高 看跳得比中后卫要高 但是始终你身边是有一个后卫在干扰你的 就是刚才应该还不是中后卫 是黄正宇 这样的话会影响伯阿腾在起跳之后 投球公门的稳定性 你能跳起来 你能碰到 但是你进不了 是福科维奇 今天他的表现呢 也是相当的不错 应该是李帅吧 抢球的时候有点着急 所以吃牌了 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现在对大连来说呢 快速拿回球权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广州福利是非常善于传导传控的一支球队 如果你不进行前场的逼响的话 广州福利能够轻松的来进行连续的传控 李帅可能现在心里边也是比较 怎么说呢 情绪比较复杂 两个第三球和第四球 实际上虽然是从另外一边被突破 但是呢 他这边定位人是有责任的 但是这个也跟他一整场的消耗有关系 什么突破 又来了 陈志招 来回靠 右脚再传 叶楚贵最后这一下啊 面对王老鹏的防守 没法再打门了 之前有没有犯规啊 日复科威奇刚才是他拉倒了 大连人队的球员 双方呢 都是跟主裁判关心 进行了交流 看看刚才出现什么情况 这儿陈志招扣一下 再扣 在射门的时候 这应该还是手撑地 陈鹏飞在倒地的时候呢 那手是撑地的啊 手撑地碰到球呢 这个不算犯规 陈鹏飞在这两回合的比赛 都是获得了首发 在上一场比赛中呢 是首发搭档丹尼尔森 达尼尔森现在已经被招注到了瑞典的国家队 隆东的也是委内瑞拉的国家队 而拉尔森呢 是四张黄牌累计平赛 三大外援的确实 也确实影响了这场比赛 大连人的季战力 不过现在还有时间啊 从比分争取能够追平 这也是比较好的机会 不过 他的脸想压一下节奏 对 现在不着急了 对 广州福利不着急 这还是比较正确 你要是冲过去不成功的话 再被打回来 没有必要 对 多说几句 广州福利在 这个月之后的足球杯 他们先是碰到 苏苏东吴 如果能够成功 进入了八强的话 将会是面对 山东古龙泰山 和浙江绿城的胜者 不过他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实际上和广州恒大 以及上海上岗呢 不在同一个区域 福利这个时候又退成五后卫了 就是黄振宇 他是现在又到了中卫的位置 他这场比赛始终都在中卫和中场之间来穿换 来过渡啊 来摇摆 整体退防的时候 需要守的时候 他就退回到一层和拖袭袭中间 当然也是无法奇想 不知道他现在替这个位置 跟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那个德国发明的自由人 是否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 后场没有固定的位置 中场出身的人来打中卫 当然今天他并没有发挥那么多的进攻端的作用 防守做得很不错 很多的是防守和中后场串联 关键的时候卡住了博阿腾 几次高空球都是黄振宇去顶 贾尼松 今年25岁的巴西外援 这样的话中超联赛呢 越来越多的外援呢 是来自于巴西 李帅 对边 左脚直接穿高的 后点 还是获得一个脚球 陈哲超啊 他不知道身后什么情况 这个球没有办法先把球顶出底线 山盟飞还大幅度助攻了 何宇鹏 U21的球员 上一轮比赛呢 是替补登场 所以在 这两回合的比赛 这一名年轻的球员 何宇鹏都是替补亮相 他换下的是李帅 李帅呢 也是拼到现在102分钟啊 体能透了 被换下 那人又是 小球 内拳球 日夫科维奇顶出来 接下来的后续进攻 强大右边路 手中好节奏再传 又是一个小球 连日夫科维奇呢 现在都拉到了 本方进区内来参与防守 开到中路 投球啊 没有顶到 但是在高空点上 已经是有两名大连人的球员了 刚才应该是 善鹏飞 有机会完成投球的功能 这两次脚球的落点开的都是不错的 抽筋了 益藤现在呢 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看一下刚才在中路 其实将棘虹空是可以上来了 我觉得 因为这个时候益藤 已经踢了100多分钟啊 从后卫位置上 将棘虹空啊 李聪艺都可以来去出场 在队友陈志超的帮助下 现在益藤又重新的来 可以参与比赛了 还是大连人的脚球 连续的脚球 在这一回到了这一侧 还是由崔明安来进行脚球的助罚 助跑的距离很远啊 左脚开起来 投球顶到 在门前再补 还有机会 最后是邓贝来 一个大脚把球先破坏了 连续三个脚球 这边大连人的进攻呢 林亮明是这个赛季呢 三例进球 是球队除了有进球的五名 败员以外 本土球员第一射手 考虑到他的出场的时间的话 这个效率是很高了 林亮飞在后场 直接的长传 第二点拿下来 看看这次进攻 一个急停 再给到边路 完成传中 传中的质量不理想 再打进去 你可以说这是连续的进攻 越位了 应该是上半时结束了 开始赛的上半时 现在是结束了 足球比赛的规定呢 是除了补水以外呢 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 直接的交换场地 然后开始下半时的 15分钟的对决 最后还是对准了 在加热赛上半场 帮助广州福利打进 这场比赛第四球的 陈志昭 他在之前的 与河南建议的 两回合比赛 都有出场 一次是首发 一次是替补登场 林车斯呢 已经是60岁了 很多中国的球迷 了解到他是在 将近20年以前 他当时带领瓦伦西亚 获得过西甲联赛的冠军 以及联盟杯的冠军 当时他是可以说 那个时候成名了 双方球员经过补水之后 现在重新的回到场地中 从历史战绩方面 就可以了解两支球队呢 是互有胜负 平分秋色 而这场比赛 双方也是 站得非常的胶着 将近红准备上了 换下的是义藤 只是在中后位位置上 广州复利的一个调整 当然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义藤已经坚持不了了 将近红在上一场比赛中 是首发 当时他和李松义 搭档的是球队的 中后位组合 但是那场比赛呢 是被大连人队打进三球 他叫力量汉足 大连人队厦门场 应该说呢 是加十赛的厦门石呢 要多进攻 而在广州复利队这边 就是少犯错 让李松连续的在后场上开大脚 王耀鹏 今天客观上说呢 复利确实还是在排面上面 有一定的优势 就把五名外援在大名单里面 排出的是 而且排出的这个首发呢 其实是最强阵 对 这样一来的话 大连人的确他会面临这种 缺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场比赛 不至于说丢三个 就九十分钟里面 还是应该控制的更好 毕竟你上的人呢 这赛季也基本上打的比赛 都是比较多的 而且当有三球领先的优势 代表着这场比赛 在很多方面的余地会更大 而且你完全可以杀死 对方去翻盘的信念 但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 日复科威奇 孙明安法球给断下来 但是他先犯规了 就是大连人进攻 打的比较汹涌的那个阶段 你去细想的话 可能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你排出5-4-1之后 你的进攻如何展开的问题 像阿德里安呢 他虽然一开始 弗力也有点5-4-1的意思 但是改了之后就效果了 这球超过来了 再进去里边 左脚再给中路 没有打上 叶竹桂 实际上是踢次了 不过他再中路位 而队友的球也传到了 今天其实弗力的很多的 有威胁的攻势 它都比较相似 比如说第一个球 第三个球 第四个球 都很类似 从左边打进来 一个空档 然后另外一边终结 所以说 尤其到体能下降之后 大连人的这种移动跟不上 你就更应该想 怎么通过进攻 把东西打出去 右边同类的传中 刮藏的机会 但是没有左脚打门 先被解围出来 邓国文再掉 这球后点没有队友 这球又是 这个黄振宇 在中路 黄振宇应该是 在这样比赛的后半段 是专门是贴身 来去紧盯不阿腾 我们看到不阿腾 这一下停的 停球和转身 是一气呵成的 但接下来 正向左脚打门的时候 是黄振宇先把球踢住 就是弗力实际上 到后边 他变得更加紧身之后 变成五后卫 起码在进去里面 这种防守 多一个人 黄振宇在这场比赛里面 一度打到后腰 但是后来又退回到 中位的位置 就也是帮助了 复利这种防守 其实刚才的 叶楚贵在中路 踢次了 没抡上 这球如果打上 距离球门太近了 可能 举家敏是没有机会 能够反应的 黄振宇刚才这一次 在进区内的 一对一防守 能看出来 确实之前肯定是 踢过中后位 绝对不会说是 客串中后位的球员 能够做出来的 现在 这个受伤的情况 也会不断出现 陈折超 看起来要需要 担架把它抬出去 然后可能在 位置调整方面 需要 广州复利 你在右侧 在右路 不要如果换人的话 换上一名球员 这边看一看 果然是有球员 准备上场了 42号 王华鹏 也是广州复利的 一名U21的球员 他是在右后位 和右依位都能踢 这边 韩家琪也 嗯 无法再继续了 首先出示了黄牌 我们看一下 黄牌是出示给 韩家琪的 裁判认为 他在拖延时间 韩家琪没有办法 现在他已经 无法起身了 韩家琪 抽筋了 这边还有张锦良 广州复利的41号 U21的球员 也是一名后卫 可以提中卫 应该是要把 首先把左边的空档补上 在左路要补一下 因为刚才受伤 被抬下的是陈哲超 我们看到年轻的球员 确实在外语方面 他是可以和助理教练 进行直接交流的 陈哲超这一下 好像复骨勾啊 复骨勾这块拉了 现在还不能起来 而且有很强的疼痛感 今天他在编路 其实和另外一边的唐淼一样 上升下降 来了回回 需要极强的折返 黄牌 现在已经起来了 应该还可以继续比赛 主菜范呢 还是要再嘱咐 可以说是警告一下 不能说嘱咐 觉得也要理解主菜 这个时候也不好做 范布鲁科 护士顿的必须要向第四官员 来去为球队来去争取利益 黄振宇 黄振宇被换下上场的是 42号王华鹏 黄振宇那一次解围之后呢 估计也到极限了 太拼了这场比赛 而且踢的效率极高 而41号张锦良出场 那么他换下的就是受伤的陈哲超 这两名都算是U21临时名单的球员 都有一些出场经验了 是 张锦良呢 是之前有过两次出场162分钟 王华鹏呢 六次出场177分钟 两个人呢 都是后卫 后场 比赛余下的时间 大连人队的进攻的 拿球的时间会更多 战火会燃烧在弗利的后半场 看看大连人队的破攻坚能力通类 这时候没有第一时间起 跟林良明要做配合 被唐淼把球扫出来 唐淼这体能 对啊 我也是想到 这个确实是队中的一个配得上队长的球员 快速反击 在右边空间很大 再传给日复科威奇 没有队友的理想位置回座 调整一下 叶储柜 这种时候直接射门反倒不好 就是你不用着急啊 领先的不用着急 再传 大连人头球顶出来 刚刚上场的王华鹏在右路 刚才完成了一次传球 本来这一下没有互助球 一辆明的险些把球权抢回了 连续的投球 看连续队把球在后场拿稳 天上投入的兵力呢 不算少 关键要在后场如何把球输送上去 同类的长传 瓦腾一再起跳 确实孤立无援 全场比赛原地的垂直起跳 真高空球 胡阿腾至少有十次了 他还能跳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比赛还包括一些冲刺对抗 唐淼现在是到了左路 对 技术上边唐淼要更好一些 右边就交给一些简单的工作 交给年轻人来做 同类又是一次穿中 同类又拿到球 这回要第一拼就穿 但是拖极其挡在了外边 估计啊 这个大连人最后就会围攻这一侧了 毕竟唐淼也是这个右脚 他左边也踢了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这边同类呢 看起来打得比较顺 老将卢林准备出场 这个时候要阵一阵场面 这是需要有经验的球员出场 换下的是叶楚桂 叶楚桂呢 拼到现在 接近115分钟体能也已经没了 卢林是可以踢左边的 这个赛季呢 老将卢林之前的出场次数呢 只有三次 已经是35岁了 但是是典型的 是乐派足球的一种风格 脚下拿球能力很强 出球能力也不错 上来来帮助防守 有棚的传球 卢林直接落在左边 就是现在呢 复利也是五四一 复利是上一次出场的 也是打核能剑业的次回合 也就是上上轮 第一阶段呢 卢林当时是没有获得太多的 出场的机会 然后逢在后场拿球 再给长的 表卢林能够抓紧比赛的时间 都在打这边 主打同类 这一侧的右边 但这边复利队刚才是调过来 三到四名球员 堵住了 把这一侧的空间堵住 一直在打这边呢 防守判断容易一些 阿德利安 接到拖击鞋后场的解围球 这高空球处理的是 非常的利索 轻描淡斜 把球停下来 再给到边路 陈志昭现在的位置呢 就更靠近右侧了 之前上来的时候 是在中路待过一段时间 球还是要到了界外球啊 要快速的在 手转弓方面 把球推上去 独立队中场呢 现在有两名球员来进行包围 零两名再给到中路 一脚出球 博阿腾在中锋位置上 再过渡 外围再打 有些人着急 其实可以再稳一点 这个球确实没有必要 除非能够打出世界波的交法 但是你这个几率太小了 而且是这种时间段 郑龙和赵徐志两个人 又坐在了一起 今天没有让他们出场 在这个赛季呢 两个人呢 也都是在联赛中有过首发 郑龙呢 也是首发打过 这个两前锋的位置 其中之一 这个摄政确实是 大连十八角射门 只有两次摄政 摄政率的比较低 复利十三角射门 七次摄政 其实这场比赛 你要凭印象的话 绝对机会也是复利更多 复利上个赛季呢 是第十二名 如果今天能够 两回合 面对大连的反败为胜的话 则将呢 比上个赛季排名呢 提升了一位 不过对于广州复利来说呢 这样的成绩呢 还是令他们球迷 感觉到有一点点不满意 必定2017年 广州复利当时中超第五名 外围的远射 打得不错 这球打得确实质量不错 可能也确实没有别的招了 黄家辉 小将 是针杆踢 距离球门很远 三十五米开 而且不是正对球门 就右脚外脚被抽了一下 发力很足 爆发力很出色 中间是不是拖一截还碰了一下 同样年轻的韩佳琪呢 是完成了又一次成功的出救 小球左脚开起来 相机红有身高啊 身材很高大 先把球顶住 最后的几分钟 大连人的进攻呢 不会让广州复利的防守呢 这个日子好过 可能加上这个 加实赛的上天不是 还有一两 再多出一两分钟顶多了 对 那其实今天的发挥呢 也是不错的 现在还要再进行一次 英文球的防守啊 主要是区域的站位 开到后点 就有点大在外围 同类 这是他的特点 跑动中传起来 直接飞向球门了 有些门将如果准备不足的话 刚才这种同类的翻球 也见到 很容易出现这个调啊 目前标门的情况 这场比赛呢 将会大连人在这个赛季的收官至战 如果结果并不完美的话呢 其实这个赛季球队呢 还是也有收获 当然也是有不足 这都是被帅 以及整个大连人的球员们 需要经过下赛季开始之前的准备 争取能够让下赛季呢 踢得更好一些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俱乐部还是为这场比赛制作的海报 打出了感谢有你 还是要感谢球迷 过去三个赛季呢 18 19和20 重新回到中超之后 大连人的成绩啊 可能离球迷的预期呢 还是稍微的差了一点 上赛季第9 18年的时候 第11 今年呢 最好成绩第11 或者第12 应该说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确实不多了 不会超过三分钟 感激送大球 因为中间有个受伤的情况 所以说会补一点 对 而且呢 在 福利队驾驶赛进球的时候呢 还给了一个VR 给停了一下 这就打进来 福阿腾 传到中路 林良明 还是在给边路 同类 右脚传起来 在后点 若是将冀红啊 跳得非常高吧 就顶出来 只有三分钟的捕食 左脚直接的船 这个时候大连人的进攻呢 就是会非常的简单和直接了 有球呢 就开大脚 调到广州附近的进去内 然后再去争取 看一看 连投球蹭到日复科卫西脚下 旁边 这个视野是很开阔的 这边比较空 王花鹏在奔边路发展 陈志昭 现在自己一个人 所以他有经验的带到脚膝盖附近 又要了一个脚球 应该说脚球呢 可能会是战术脚球 再踢出来 不会有太多人参与进攻了 对 大的连 拿球的是全队最能控球和护球的邓贝来 躺住啊 还摘出来了 陈志昭的底线处再传 这球再去抢啊 差一点 还有机会 左脚再打 右边挡出来 邓贝来的左脚怒射 这是以攻带手了 广州福利 就弹回去 不阿诚有速度 没冲到 张锦良 转身之后 先把球解围出去 在这场比赛 加时赛中的广州福利 换上了几名年轻的球员 在这样的加时赛的对决中 其实对于他们掌球是很有好处的 看看大连还能不能拿到一次球权 现在获得球权 不过要从后场比较深的位置来开启这次进攻 福利还在逼抢 这球抢下来 邓贝来 日复科威奇拿到 这个时候选择挥串 把比赛节奏拖慢 阿德莲 再给他汤妙 汤妙这次还能在边路来进行配合 卢林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这可能是大连这场比赛最后的一次进攻的 林良明 自己来一打一 面对江基红 还在空球 林良明 我们到禁区里面 想要 对 想要人球 封过 但是 卢林奇的正面放手能力很强 好 这个时候 加时赛下半场结束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最终广州福利 是4比0 战胜了大连人 双方两回合的比赛 总比分 广州福利是4比3 这样的话 获得了中超联赛 2020赛季的第11名 而大连人在第一回合3比0领先的情况下 这一回合被翻盘 他们获得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12名 这场比赛激战到120分钟 出现了4离进球 应该说是在4回合很精彩的一组对决 我们稍后进入到本场比赛的赛后点评环节